妙龄少女被商人买下第一单,她缩在墙角,准备接受这凄惨的命运,然而只是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油腻男,她就只犯恶心,光着脚丫夺门而出。 这里是男人的天堂,是东京唯一合法存在的特殊产业聚集区,来这里工作的女人,无一例外都是家里欠了债,来这里赚钱还债,再为自己赎身,每个人刚来时都是这样的想法。 但在地狱待久了,她们还能做回以前的样子吗?少女酒奶家里欠了债,被父亲卖到了吉原,经过一系列检查教育之后,酒奶以700日元的价格卖到了中梅楼。 长相清纯的酒奶,很受老板娘的欢迎,先带着她给店里的三大花魁打招呼,他们分别是酒里、永美和小花,三人业绩最高,是店里的顶梁柱,也是最有话语权的人,所有人都对他们毕恭毕敬。 微数的酒里对酒奶很感兴趣,说她身上有种奇妙的香味,凑近使劲闻,其实那只是青春的味道。 而酒里已远离美好的东西太久,对酒奶尤其喜欢,她看出酒奶很有潜质,便说她为徒。 酒奶开始了训练,学成之后她才能开始工作,此时的她还不知道这里的可怕之处。 夜晚,店里的女人打扮艳丽,坐在了街上的橱窗里,等待游客挑选,而一旁的店员正大声介绍着她们,每个人都想被早点带走,好多挣一点钱。 老板娘带酒奶到楼上参观,告诉她这里的生存法则,这里的女人人前一套,人后一套,懂得如何花一份时间赚两份钱,也懂得如何摆脱自己不喜欢的客人,她们自有一套招人喜欢的画术。 在这里,漂亮的女人不一定受欢迎,但懂得拿捏且自信的女人,工作起来一定得心应手,直到凌晨,楼上才安静下来,不管樱花盛开的时候多么美丽,腐烂时也会遭人人践踏。 酒奶作为店里的头牌,同时也是最清醒的一个,她知道自己的风光日子不会太久,毕竟她已经不再年轻,而老板娘也已经商量着让酒奶腾出位置,她确实没什么优势了。 这天,酒奶又在接受训练,姐妹在她身上铺满白粉,酒奶十分羞涩,紧张得心里直打鼓,而姐妹却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,毕竟待在老家,她只能顿顿吃马铃薯,来到这里,每天还能吃到白米饭,突然,一个男人披着棉被手务足蹈闯了进来,直接扑上酒奶,酒奶惊恐之余,连着扇了她几个大耳光,这可犯了大忌,在中美楼中,酒奶和其他女人都只是商品, 而客人就是上帝。酒里狠狠教训了酒奶一顿,被打的男人过来欠和,说酒里只是嫉妒酒奶年轻美貌,滥用私行。 酒里瞬间清醒,疯狂对酒奶道歉。 几月过去,酒奶正式出师,店里为她举行了洗礼典礼,并为她起了一名,若曦。 从此,若曦也成了橱窗里的一员,店员卖力地宣传着,总有人对她这样的新人感兴趣。 碰巧,这时店里来了几个大老板,几个花魁有意提拔若曦,便把她叫到席上,一起接受负伤的挑选。 最终选中的是一个留小胡子的老男人,酒里帮若曦整理好衣物,若曦久望地走上楼,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命运。 然而,在看到男人的满脸有光后,若曦还是打起了退堂鼓,她夺门而逃,身后的标形大汉在身后狂追不舍。 若曦一路跑到了河边,被几拨人团团围住。 突然,路边一个男人喝住了他们,若曦趁机跳下河,男人也跟着跳了下去。 随后,大汉也接连着跳了下去,众人把男人拉开,若曦则被带回了中梅楼,因为在这里,中梅楼是合法的,没人有立场阻止。 就连警察也要为中梅楼提供帮助,若曦被捆了回去,本来她是要受一番惩罚的。 但是酒里心软,她来到仓库,准备用实际行动说服若曦。 若曦现在只是迈不过那道坎,接受不了自己如今的身份。 现如今,酒里要用实际行动来教她接受自己的职业。 一盏灯过后,若曦彻底盖头画面,她再次回到了客人身边,凭借她好学的精神,赢得了一个回头客。 而这时,酒里也攒够了钱,准备为自己赎身,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 酒里有一个学生朋友,这个学生向酒里借钱交学费,酒里慷慨地一口答应。 然而男人却满嘴谎言,说自己毕业后会娶酒里为妻,当作对她的回报。 酒里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,她十分清楚,钱借出去,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。 她没有借钱给她,用自己的积蓄赎了身,在一个傍晚,独自一人离开了机缘。 若曦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每天看一群女人勾心斗角,争强打闹,若曦早已麻木。 但生活总是会给人突如其来的惊喜,一次偶遇又燃起了若曦心中对自由的渴望。 女人麻木地坐在橱窗里,任由来往客人打量挑选,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,自己的青梅竹马竟然出现在了这里。 女人心中百感焦急,迅速接下了这单生意。 若曦心中压抑许久的痛苦,在这一刻爆发,男人说着一生一世的豪言壮志,向若曦借了一些钱,随后便没了踪影。 这时,又发生了一件事,若曦的朋友小菊被老板娘卖到了更低等的地方,因为她现在人老珠黄,没有业绩,脾气又不好,赚不到钱,还要忍受其他女人的打骂。 若曦看她这样,不禁担心起自己的将来,突然,她的命运再次迎来了转机。 一位有钱的大客户,点名要找若曦,若曦打扮好之后,才发现这个男人她早就认识。 这是若曦逃跑那晚,在水里救她的男人,男人名叫信雄,前不久继承了父亲的大批遗产,她多金又英俊,刚来就打赏给全店的人每人50元,店里人都在夸信雄有多好,若曦是摇钱树等等,这话惹闹了头牌之一优美。 她度火中烧,面对客人的命令,她阴阳怪气,说,除非你也打赏这么多钱,若曦都值这么多钱,我堂堂头牌可比她贵多了。 男人显然不肯坐冤大头,由美转头就走。 众人散去之后,若曦和信雄来到房中,她后悔自己没有在一年前救下若曦,若曦没有怪她,坐到她面前准备报答她。 谁知信雄却一把将她推开,她要的是真爱,并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若曦交易。 她严肃地赶走了若曦,并且答应帮她赎身。 转眼就到了夏天,若曦还没等来信雄,就被告知有了三个月身孕。 她思来想去,唯一能想到的也只有青梅竹马,谁知青梅竹马自那日之后就无影无踪。 若曦还没等到青梅竹马的下落,就被警察局传讯了,原来是青梅竹马在其他地方偷了钱。 警察找到了若曦这条线索,若曦失望不已。 走到路上,夏复突然一阵剧痛,她跳入冰冷的河水中,一团红色在水中散开。 她最后被一个愚民救了上来,从此一病不起。 尤美的金主又来了,这次尤美问金主是否愿意为自己殉情。 男人立马一顿山盟海誓,说几句假话比拿钱出来容易多了。 但她没想到,尤美是当真的,她直接抄起桌子上的刀,朝男人冲去,男人被吓得屁滚尿流。 尤美穷追不舍,一直追到了大街上,男人一溜腰跑了,周围聚集着一圈看热闹的人。 尤美撞倒了小范儿鱼缸里的金鱼,小范儿直接和她撕打起来。 尤美胡乱哗了几下,小范儿就见了上帝。 尤美趴在地上,看着眼前垂死挣扎的金鱼,仿佛看到了自己,她无限绝望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店里的头牌如今只剩小花,但她的情况也不见得有多好。 正工作时,突然剧烈咳嗽起来,她已经病入膏肓,却不肯服输,死守着头牌的身份。 为了面子,她还骗店里人说,自己有一个在国外上学的弟弟,等弟弟学成归来,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 如今小花病倒,弟弟需要学费,她朝若曦借钱。 若曦心软,借了很多钱给她。 然而若曦直到最后才知道,小花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弟弟,这都是她为了面子编出来的。 若曦一时愤怒不已,她最恨欺骗自己的人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,若曦的身体也恢复了。 信雄频繁来找她,却从来不肯接受她,甚至一次都没有抱过她,让若曦感到很挫败。 而在一众女人的耳濡目染之下,若曦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。 富家公子爱上了卖艺女,这本是一段爱情佳话,谁知男人频频包场,却从不过夜,只把她当作自己的灵魂伴侣。 她这样的态度,直接导致女人移情别恋。 如今天里的头牌相继倒下,老板娘急于找一个新的头牌做店里的顶梁柱。 她选中了若曦,并在几天后为她举行了上位仪式,她的一名改成了小子。 子被认为是这一行的顶级花魁,小子非常得意,她享受着众星捧月般的感觉,而小花则显示出了巨大的落差。 她疯疯癫癫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,却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小子的杂物间。 她疯了,拿着刀划破了小子的东西。 小子赶来刚好看到这一幕,她十分气愤,正想上前理论。 被信雄拦了回去,她痛恨小花对自己的欺骗,不停怒骂。 信雄劝她把房间让给小花,但是小子怎么都不愿意。 这是她不断努力用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财富,就算是一间屋子,她也不能让给别人。 信雄突然感觉小子像变了一个人,她不知何时已经变得争强好胜。 也许换了名字之后,她就再也不是以前的若曦了。 小子假装要离开,老板娘果然跪在地上求她留下,说她是店里唯一的希望。 虚荣心作祟,小子没有离开,她还以为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多么耀眼的存在。 而实际上,她只不过是一个工具罢了。 小花躺在小子的房间里,她神志不清说着疯话,已经病入膏肓。 第二天清晨,她就被装在木桶里抬了出去。 小子有些愧疚,但一旦踏上这条路,她就不可能再回头。 一个商人喜欢上了小子,她的财富不输信雄。 更可贵的是,是有一片痴心。 她爱慕小子许久,直到如今才敢求婚。 然而小子并没有答应,因为她已经把成为花魁当成了自己的梦想。 承诺商人,自己成为花魁之后就嫁给她。 与此同时,信雄也找上了小子,她拿出两千元交给了她。 让她自己选择怎么用掉这笔钱,或者是当做嫁妆和自己结婚,或者是帮自己赎身嫁给信雄。 她满脸期待,实至小子却想把这笔钱用作装饰明年的花魁到中。 这是她如今唯一想要的东西。 若即若离的信雄让她心里很痛苦,她总是怀疑自己。 她问信雄,能不能用这两千元钱换她一个拥抱? 信雄拒绝了。 来年春天,小子上妆打扮,走上了花魁道中。 漫天飘落的樱花,把她衬托得愈发美丽。 人群围迈了街道,小子被簇拥着,一步一摇,向众人展示自己的美丽。 她洋洋得意,但老板娘却告诉她,信雄也来了。 她没有来中美楼,而是去了河边的一个小店。 信雄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女子,这里虽然简陋脏乱,但女子身上纯真的气质吸引了她。 比起小子,她来这里的次数,要更加频繁一些。 小子跑去见她,却被拦在外面。 她又想得到荣誉,又想得到信雄的爱。 但是,她选择了荣誉之后,就永远失去了信雄。 不久以后,小子接受了商人的求婚,和她一起离开了中美楼。 与此同时,信雄正在小店里和新商人约会。 她不肯接近小子,却对这个女人格外呵护。 两人沉浸在爱情中,没有预料到危险正在逼近。 一场大火瞬间吞没了他们,沿着街道迅速蔓延开来。 小子在路上听到了消息,她放弃了一往情深的商人,义无反顾地冲了回去,却只看到了一片火海。 从此以后,小子失去了所有快乐,等待她的只有无尽的凄苦。